我覺得這個搜山機場 簽見不簽見 其實兩方各自都有其論述 但是最不應該提出來的 剛好就是吳怡農 為什麼 因為他標榜自己是國防專業 就如果你標榜你是民生專業 你覺得應該讓這個民生社區 可以再多一些發展 讓大家住好的房子 然後商業發展 OK啊 你是經濟發展取向 所以你覺得國防不重要 你那個國防愛怎麼弄 弄到別的地方去 我不管 我就是這裡的立委 我要讓這裡的民眾 有更好生活 OK 可是吳怡農他是不一樣的 他是標榜他是國防外交相關的 這個專業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那你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提出這個政策 還當你的第一個政策牛肉呢 你有沒有去問過蔡英文的意見 你有沒有去問過國防部的意見 你有沒有去了解過AIT的意見 照你來說這些 如果你說一般人不了解你就算 可是吳怡農他身分不一樣啊 他是民進黨栽培出來的 哇一個很重磅級的新生代 而且呢 具有很好的關係嘛 當初他做台北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是英系跟新潮流 兩邊共同推薦的嘛 那你在沒有了解這些情況之下 你就貿然提出這個政策 那又告訴你 連你民進黨內部都不會挺你 所以吳怡農今年碰到一個很大的選戰問題 是他所提出來的東西 不只是國民黨不同意 連民進黨內部都對他有意見 那選舉要怎麼選下去呢 這就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嘛 所以我講到吳怡農他連你看哦 他自詩國防專業壯闊臺灣 民進黨執政下的兩個國防隊長 各國防部長都對他不屑一顧 馮室寬怎麼評論他 馮室寬評論不是人渣 是渣男 渣男 渣男 評論他是渣男啊 他評論吳怡農是渣男 然後呢現在的國防部長邱國正怎麼評論他 他說我不認識 我為什麼要知道他講什麼 代表說兩位國防部長對於這個人選 你們雖然國防部長不代表是民進黨的 可是當然你也是民進黨執政之下的官員嘛 對你們的這個候選人還標榜國防專業 都這麼不屑一顧 你覺得他用國防專業要怎麼選下去 所以我覺得吳怡農他不懂得做人處事的道理 然後他太過於眼高於頂 然後就覺得憑他自己的一張自認為帥的帥臉 就能夠選上 但是我覺得是不足以滿足我們聰明的 台北市民朋友的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